各位親愛的朋友,大家好 手把讓人抽嫌,周冒了 現在來跟各位談談 關於處事 個人心中一八尺 這個問題 我個人有時候在想 有的人他就是怎麼樣 他不懂得怎麼樣去 好好的講話 然後喜歡好勝 但是他自己可能不知道 有時候講話會得罪人 譬如說那個 對不起,我這邊弄一下這個 民國的燕尼,他有講過 燕以傷人,勝以刀傷 真的 還有,西班牙有一句燕尼說 失足善可返回 失言無法補救 真的,你講話講錯了,有時候就很難補救 當然 也有人講說 有很多人都很會爭辯 很厲害 但不一定很多人都會談話 我覺得這個都是非常有智慧的 還有民國,民國初年有一個叫 陶傑 傑 陶是陶淵明的陶 傑是那個傑武的傑 村民不解僑那個傑 他是那個陶賢的妹妹 賢是那個賢天上帝那個賢 陶賢,陶賢他也是 他是姐姐,陶傑是妹妹 他姐姐呢,這個陶賢 當然也是民國人 他在 早期他當過這個南京女中 的校長,在1936年的時候 在上海呢 跟那個蔡彥霈等等那些文人 共同來那個 就是開辦一個叫做世界學校 所以他這個人也是人才 他妹妹叫陶傑 陶傑這個人他是什麼 他很會寫一些經典的明記 讓人家會心裡笑 當然他沒有像他的姐姐 那個當校長什麼 不過他也是文學很好 他就曾經講過這樣 他說出於身當言者 出於你的身 應該講的 反夾而成 就是慢慢的說 不要說好像 好像很急躁的這樣說 不當言者 剪舌而退 不當說的 你就剪舌 舌頭剪起來 不要發言 趕快退 我再念一次 出於身當言者 反夾而成 反夾而成 不當言者 剪舌而退 我覺得這種道理很好 因為說實在 處事的態勢 個人心中一把子 別人沒有請教你 那個 怎麼樣去處理某一件事情以前 你不要在那邊擠火 因為有一些人我發覺說 就是很容易這樣 其實遇到這種人 最好的方式就是馬上離開 數數的必 但是有時候為什麼沒有 馬上離開那個人 因為那個人有一點點熟 假設這樣 那情緒我們就自己 想辦法把自己緩和下來 沒有立刻迴避 說實在 這是給他面子 暫時維持他的至尊 但是有的人他也不知道 他的面子講 那這樣就很不對 因為 人家並沒有請教你的意思 所以 有些人他喜歡 教你某一件事情 然後跟你講說 如果是這件事情的話 你這個事情 我來處理就會怎麼樣 那當然他講的意思就是 就是什麼呢 他處理的方式比你好很多 你這個是不行的 對 順便給你信話 這樣不對 這個浩明的人 浩明而立一言 浩明而立一 以不驚人死不咎 對不對 故意講相反的言論 好像他比你厲害這樣 我覺得不好 那莎士比亞他有講過 毀人不見得 其實最需要被教誨 我覺得 沙士比亞這句話講得非常好 對 有一些人他自己 不知道他講的 有沒有是真的 真實性怎麼樣 他自己也知道 他自己心裡也知道 但是他就是想要說 好勝好名 硬要說他處理的方式比你好 說實在 人家已經是給你面子 有時候我在想 舍話讓人走險走某人 我平常是蠻可惜的 大家都覺得我文文如雅一個人 我也不會說跟人家怎麼樣 當然這跟年紀大理有關 對不對 那其實我在想說 我年少輕狂的時候不是這樣 舍話讓人走險 我曾經有這個紀錄 那時候是數十年前 我現在錄音是2019年1月 數十年前 我就曾經拿到 跟對方討回一百多萬 對方欠我錢 我那時候是單道護衛 單道護衛 當然那時候是年少輕狂這兩個演員 這個我沒有說法 第二個 我也曾經在街頭跟人家幹警家 幹到最後還被警察抓住 警察就警察來 上手口這樣走 那當然那個都是年少輕狂 現在我不做這種事 現在大家都是講道理的 對不對 但是有時候就是說 那個雖然已經改善很多 那個霸氣其實還在 其實我們要怎樣去處理 一些事情的方法 我們都知道 只是說有時候我們不為也 不是不敢做 因為有時候想說算了 得到人次且到人次 然後盡量就是說 也年紀一大把了 就盡量採集比較溫和的方式 那不是說怕或怎麼樣 而且人家 心中一把尺 我們知道要怎麼處理這個事情 比較得體 不是像他 像有的人講的 順便給你信話 好像他很厲害 我剛剛講的那件事 黃天為政日月為平 絕對是有 這個我敢講 對不對 這個話是也沒關係 真的是這樣 有一些人他在跟你講的時候 好像怕你不夠狠 然後他就講他狠狠 然後這個應該要這樣處理 這個我要聽他在放逼 講不好聽是這樣 周末年年輕的時候也沒有再軟的 對不對 該拼的時候也是跟人家拼 但是那時候年輕了 這樣對嗎 年輕的時候也不一定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改善 就是大家穩得來 對不對 如果不行的話就往上級換驗 或是甚至到法院 就是大概是這樣 不一定要在街頭幹架 是不是這樣 這是捨花他們個人的一點點感想 在此提供出來給各位 親愛的朋友們 當作一個參考 敬祝各位身體健康 精神愉快